美食水水千千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水千千 今天要吃的呢 是我在哔哩哔哩上 跟美拍上面 常常看到有人吃的 髒髒包 在台灣的名字是叫髒稀稀 然後為什麼會吃到髒稀稀呢 就是因為它外面是巧克力粉 所以很容易髒的到處都是 所以我們今天呢 要來挑戰 吃25個髒髒包 可不可以從頭到尾完全不插嘴 然後挑戰吃髒髒包我有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 我跟你說 我已經真的很重要 那我們就來開始吃吧 給你們看一下 你看我手才沾到一下下我手指頭就黑掉了 上面全部都是巧克力粉 它中間這個是可頌麵包 這個應該這樣炒中 可頌麵包然後上面是那個巧克力粉 巧克力粉是苦巧克力粉 然後裡面它那些放一些 吃起來有點像生巧克力的感覺 所以你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巧克力的香味非常重 可是它甜而不膩 因為它是苦甜的巧克力 好吃耶 你瘋嘴巴有髒嗎 應該喊你吧 我有看到社團有人說 看我能讀優雅的把它吃掉 我是覺得有點難呢 吃起來好口氣喔 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看一下吃 手立刻變腦 我現在不敢笑 我覺得笑了之後牙齒比較噁心 看來 目前還沒有很髒嘛 你看 在吃這個麵包的時候 要非常注意 就是你靠近的時候 吃的時候 你不能深吸口氣 因為它這個粉其實放超多 所以你會給你給我 現在我從監控的畫面 看起來我嘴巴好像中毒 超黑的 這如果跟男朋友出於約會的時候 千萬不要點這個 你就會變出不得心 我好像也沒有到很髒喔 我好像滿試得當Rocker的喔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它真的你吃的時候 深吸一口氣 你會不會被巧克力粉這樣倒 你看這個 沙發被我甩到了 我當真的有合理嗎 是有的救援 因為一直吃甜的會有的 所以還覺得紫菜蛋有的 喔紫菜蛋花燥欸 照理喔 唉唷 要打麻喔 吃甜的再吃鹹的 這湯也太好喝了吧 唉唷 杯子上全部都是巧克力 不過我們要挑戰不擦它 所以我現在也不能擦嘴巴 我也就只能這樣直接喝了 巧克力紫菜蛋花湯 這就是幸福的Haven啊 巧克力紫菜蛋花湯 最後一小塊的髒髒包了 喝完蛋花湯才會繼續喝 吃完了 25個張CC吃完了 你們看一下我的嘴角 其實真的沒有張得很誇張耶 當然因為我其中有喝紫菜的蛋花湯 所以好像有稍微洗掉一點點也是有差啦 還好 有紫菜蛋花湯的救援 吃辣的有起司跟牛奶 原來吃很甜很甜的東西 可以有紫菜蛋花湯啊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買張CC來吃 但是要記得 吃的時候不能深呼吸 記得帶微筋 微筋 微筋 然後不要跟男朋友一起吃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跟按分享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就先這樣 掰 我剛剛有喝湯 所以它有稍微掉一點點 可是老實說我還 我沒有吃到很髒吧 那還可以吧 老闆 膩 膩 膩